大家在吃之前淋不上去 所以我想這個包簡直是可以叫做四重芝士安格斯口牛寶 法歲大陸老麥早前出了一款期間限定的新產品 三重芝士安格斯口牛寶 由於小弟是一個挺喜歡吃芝士的人 所以就忍不住走了去拍片試吃 誰知拍完後才發現 原來香港老麥早幾個月都有出過類似的產品 好在大陸的這一隻原來是可以再加多兩元雞 買多一盒芝士醬淋上去再吃 所以都照出片告訴大家 淋上芝士醬會不會好吃一點 不過照顧老規矩 由於如果我先試了這個包 後面的影片就沒有人看了 所以就反過來 先來試試大陸老麥的一些 近期才新推出 還有香港沒有賣的產品 先來試這個 就是用的抹茶冰淇淋 其實就是抹茶生地 但原來大陸老麥的生地 除了香港的一隻正常尺寸之外 還有這一隻迷你版 迷你版 似乎是用一個 有點像生地的一個杯蓋來裝 因此份量 我想只是正常生地的 大約二分一 甚至是三分一 不過抹茶漿都放得挺爽 底下幾乎全部都是抹茶漿 都算不錯 吃到很濃的抹茶味 不過用的抹茶粉應該不是很漂亮 因此就不像外面那些 專門做抹茶甜品的店 吃到抹茶雪糕 會有種回甘的感覺 提外說這個迷你版的生地 其實是賣7元 如果沒有記錯的話 香港老麥的生地 好像是賣8-9元左右 似乎大陸老麥的生地 的確是挺貴的 剛剛吃多兩口就吃到一些碎冰 本身就打算拿出來拍給大家看 來罵它 連做一個軟雪糕都可以做得那麼差 那麼多碎冰 但誰知我拿出來之後才發現 原來這些是綠色的抹茶冰 而吃起來是很濃的抹茶味 看來這個抹茶雪糕的確是挺有誠意的 不過這麼多碎冰 口感就真的一般 跟著來這東西 並不是新產品 而應該是一樣恆常產品 但由於不想喝可樂 有一次就叫了這個 美汁圓椰子水飲 美汁圓其實就是香港的美粒果 同樣都是可口可樂旗下的品牌 而一個椰子水飲 段故就應該是椰青水 跟餐的話還要加兩元雞 才可以轉飲 而來到之後我就發現 這個杯邊好像有點氣泡 不知道是不是有氣的呢 雖然都喝到一股椰青味 但是味道就偏酸了一點 有點像我去海南喝那些海南椰青的味道 因此就沒有我們平時喝的泰國椰青水那麼好喝 而且我也都懷疑其實 這一隻可能並不是唇的椰青水 而是用一些香精來營造這個椰青水的味道 而雖然它旁邊那麼多氣泡 但其實喝下去是完全沒有氣的 所以我也很好奇究竟它的氣泡是怎樣來的 跟在這一樣東西又是一些恆常產品來的 有比於香港的魯蜜 恆常產品的薯仔製品之中 就只有普通的薯條 後而會出發期間限定的柳柳薯條 和普通的薯角 大陸的魯蜜 就是長期都有賣這隻V-Cut的薯角 而包裝都挺有趣 是用一個像是肥版的蘋果批盒來裝 而且表面還有一個位置可以這樣揭開 麥當勞姐姐完全沒有給我任何蕃茄醬 似乎就期望我就這樣吃 我看到其實薯角上面也有一些黑色的一點點 我猜應該是有調味過 炸完之後除了加鹽之外還有一些黑椒 我想它應該是沒有像香港老蜜的薯角 表面有另外再包一層比較厚的渣粉 而是只有薄薄的滲粉 因此現在已經變得非常之軟 都是香港老蜜的普通薯角好吃一些 這個跟餐的話還要加一蜜 我還是比較喜歡吃普通薯條就算是辣 由於薯角實在太不行了 因此就去了Counter 問一些麥當勞姐姐拿了這一盒 我最愛我的甜酸醬 提提大家大陸的老蜜 用甜酸醬是完全不需要收任何費用的 所以我真的不太明白為何香港老蜜 是要收成一萬多 接下來我來的這件事其實是出了一個多月 不過我懷疑老蜜應該會把它變成一個行常產品 加上它其實是一個裡面包著一些炸雞柳條的卷餅 名叫做蘇蘇多筍卷 段故應該是用來打大陸KFC的北京家卷 我之前經常都覺得 香港老蜜的定價是非常之奇怪的 有時候省啞一樣食物 反而價錢比更餐更貴 而原來大陸老蜜也是有這套玩法的 話說這個卷省啞的話是買$19 但其實它是可以透過我之前也有跟大家介紹過的 只是買$12.9的1加1隨心選的麵黎埃 因此它加一杯汽水的價錢 就只是買$12.9 比起單獨省啞它便宜了足足$6 而裡面的料都幾多 有5條雞柳條 條條都好像整隻手指那麼長 另外還有很多筍條和山菜絲 而醬料我查過的資料 應該是叫做紅油麻香香 端猜應該是一種麻辣的醬汁 挺好吃的 其實味道跟重慶酸辣粉的一種味道是一模一樣的 都是麻中帶酸,酸中帶辣 如果辣度就大概是四小辣左右 就算不是太吃得辣的人都可以接受 而陳餅皮感覺上是比KFC的北京街捲稍微薄一點 因此就沒有那麼鬆軟 但會比較有硬性 比較貼近正宗墨西哥捲餅的口感 另外的雞柳應該也有醃製過的 似乎應該有少少少麻辣 再加一陣有點像椒鹽的味道 都算不錯 唯一要挑剔的地方就是炸得有點過濃 比較乾身 似乎在做雞方面都是大陸KFC比較出色一點 最後終於可以禮師我們今集的主角 三重芝士安格斯口牛寶 補充一點 由於香港老物出這隻包的時候 小弟不在香港,沒有吃過香港版本 因此跟隨便說不到給大家聽 大陸版和香港版的有什麼差異 這包就要找一個比較簡單的紙袋來裝 另外還找了一個比較厚實的小袋來裝 對這包有少少保護作用之餘 感覺上又沒有像其他包一樣 直接用整個紙袋來裝著 這麼不環保 這一點我想是值得一讚的 所謂的三重芝士分別是 白白色的芝士醬 長條形 炸過的芝士條 以及底下老物最普通的那一隻 慘黃色的車打芝士片 另外這個包其實還可以另外加多兩元雞 加這個車打奶油芝士醬 給大家在吃之前淋上去 所以我想這個包簡直是可以叫做 四重芝士 方格斯口牛寶 而在包上淋上這些芝士醬 老實說真的有點奇怪 但我又發現 大陸有很多不香港的茶餐廳 都很喜歡出一些Burger 然後給一些芝士醬 給客人自己淋上去 似乎老物這隻吃法 應該都是超過一些茶餐廳 老實說沒有想像之中這麼重的芝士味 佳因佔最大腿的芝士條 其實應該是用一些比較便宜的芝士 所製成的芝士味比較淡 也完全做不到廣告圖的拉絲效果 反而旁邊的白白色的芝士醬 應該是用上Cream Cheese 芝士味比芝士條更濃 而這個車打芝士風味醬 浸芝士味也是比較淡 而且帶了一層酸味 老實說淋完之後 我覺得浸味還會更怪 整個包最重的芝士味 我想就是最底下的一塊 老物最傳統的車打芝士片 又或者我對這個包期望太高 因此老實說我現在有點失望 剛剛又發現多一點 原來這個車打芝士風味醬 開麗點薯葛是最完美的配搭 因為那種酸酸的味道 配搭薯葛是完全不覺得任何突压的 不過這盒醬要加兩元雞 比起香港老物的甜酸醬 加一元雞還要貴多一倍幾 我想正常人應該都不會走去加錢 好了 今集就先來到這裡 如果想看回我之前拍的 大陸其他連鎖快餐點的影片的話 在youtube的朋友仔 就可以按右上角的i字 我們下一集再見 拜拜 拜拜